白芳是來自於台北市大理高中的中學琴 來臨 藍芳選手同樣的來自於台北市立大理高中的劉元龍 是學姐學妹之戰 白芳的中師琴是學妹去年拿下全中運的第六名 而藍芳個子比較哀笑的則是學姐劉元龍是去年的銅牌得主 那看看是學姐技術技高一籌呢 還是學妹能夠掌握時機獲得獎牌呢 這個時候劉元龍要進入琴季 進入琴季想要把中師琴想要利用勒錦然後轉押制 這個時候裁判因為他想要勒錦但是 頸部的跟衣服之間的位置是空隙的 這時劉元龍也是單手抓握 那劉元龍再次施展他的過肩摔 單臂過肩摔是他的得意技 那中師琴呢也是去年才開始升上黑帶 那這個時候要進入壓制動作 劉元龍想要把中師琴壓制 好現在一樣的進入到其四方 學姐果然是技高一籌 掌握機會進入到地板的動作 有效的控制 現在時間已經來到了13秒 上半身有效的控制中師琴 在地板上 好一樣的很快的雖然用了一分多鐘 但我們恭喜台北市大理高中 在這一集裡頭奪下金牌與銀牌 同時是他們學校同時能夠得到兩面的獎牌 我們恭喜台北市大理高中的劉元龍 終於如願拿下了全中運的金牌 也恭喜學妹鍾思琴能夠得到銀牌的成績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金牌戰 也是